来 丹田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妈 您看两眼就关掉吧 那怎么行 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 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妈 怎么样 总体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是吗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 女建筑师 为什么不能提妈妈 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 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妈 您吃水果吗 我给您吸点 您真的应该这样吗 我们见过水果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 这个女孩子 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 见过她 你说是你的学员 对 她叫程潇 程潇 关系不错吧 没有 我还得想多了 我想什么了 我想什么了 曼婷啊 妈妈呢 很少催您女朋友呀 结婚呀 这类的事情 知道如果不喜欢 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 但我想提醒你 一旦有了感觉 也不要轻易错过 人这一辈子 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 但概率是很低的 像您和我爸这样的 确实会少了 是 对我来说 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 也就够了 但对你来说 罗毅是个好姑娘 但不意味着 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 你一直放不下她 是因为这个人 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对不起 对不起